歡迎來到文學作品選讀 我們這門課呢 我們這門課呢就會利用這個選修課的機會讀一些平常文學畢修課讀到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介紹一下課程以及進度 然後就是講解一下就是為什麼要學文學這種東東 這門課的網頁就長這樣子 它的設計原理是你需要的任何資訊全部都在Moodle上面 所以如果你哪一天生病請假或是睡過頭沒來上課 可以用Moodle上面的資訊來補課 但我還是要登記你未到 好所以第一個是我的email 如果有任何事情要寫信跟我聯繫請寄到這邊來 如果你去點我的Moodle帳號 它會給你另外一個email 那個email沒用 你寄到那邊是空的 所以請寄到這邊來 第二個是遠距教學的話 如果學校還沒有把你加進去 你不想等學校你想自己加自己 你可以用這個編碼把自己加到那個遠距教室裡面 再來是課綱 syllabus 等一下會帶你們看 再來是classemail 這個其實是公告區 如果我有什麼事情要通知你們 例如說在周與周之間發生什麼事情 一定要讓你們知道的話 我會貼在這裡 然後系統會寄一封信到你們的學校信箱 我知道很多人不看學校信箱 所以我也會把這資訊同時張貼在teams裡面 那基本上就是大概每個禮拜稍微看一次 確定沒有什麼事情 下一個是你們的平時成績 現在你們上去看不到我把它隱藏起來了 基本上我都是用Moodle來算你們的學期成績 那用Moodle算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們自己也可以上網 然後看到你們的成績 你們上Moodle然後點這個grades成績這邊 你就會看到我這邊看到的是全班 但是你就會看到你自己的成績 分項成績 平時成績 期中考 期末考 總成績 這門課基本上我就是用加總的 這三項加起來最高分就是100分 所以就是如果你覺得你不確定會不會過 或是你目前表現怎麼樣 你可以上Moodle來看 好然後再來我有張貼兩份檔案我想可能對你有幫助 第一份檔案就是讀文學幹嘛 尤其我們在應用英語學系幹嘛讀文學 有空這片是用中文寫的啦 有空回去可以自己讀 但它基本意思就是 讀文學可以讓你體會不同背景的人的相關人生經歷 那為什麼要知道不同人的經歷呢 因為人生無常嘛 就是你現在過的人生未必是你明年或是後年過的人生 那人在面對巨變的時候常常是受創的狀態 或是一種莫名的狀態難以理解難以理喻 那如果你透過讀文學 然後你接觸不同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情況 開始悟出一些人生常規 假如真的不幸你人生發生巨變 或甚至大幸發生巨變的話 等於算是幫你打一個小小的預防針 你不會完全毫無頭緒 大概還就是能夠摸出一條路出來 所以常常有人說 就是當初大學讀文學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過了三十年才終於了解到 我沒有要你們立刻長三十歲了 但是讓你們知道說 也許你今天看不到成效 但是終究還是會看到的 那另外讀文學的一個原因就是 可以增進你們英文能力嘛 有研究顯示訓練人的閱讀能力的時候 單字量成長最多的就是讀文學的學生 然後這也就是跟我剛剛講的有關係 因為你讀文學就是進入不同人的不同世界 所以會用到的單字跟語法跟語言就不一樣 如果只是讀一些新聞 道章 雜誌 知識性的 那個單字量其實就是差不多跟 這個指考那一萬字差不多了 那就是所謂的學術單字 但是讀文學就可以培養各個不同領域的單字 生活用品 生活這個比較隱微的地方 會用到的一些形容或是一些說法 甚至於不同人講話的方式 不同腔調不同邏輯也都會出現 所以這也是讀文學一個很好的理由 有興趣可以自己點進去讀 還有更多的說法在裡面 它其實是一篇學術文章 但是它寫的中文寫的淺顯易懂 我就張貼給你們了 第二個檔案是 它原本設計是要給大一親生看的 但是中間有一點我想特別強調 就是學英文這回事 剩下的檔案你們有興趣也可以點進去看 但是學英文是這樣的 你如果學歷史 如果你學社會科 或是你學某一門技術性的學問 基本上就是有一套知識在那邊 然後你去吸收進來 學會運用就差不多了 可是學語言 尤其是學英文 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有人說英文其實不是一個語言 是千千萬萬種語言疊起來的 相信你們都知道 英文的文法規則 例外比規律還多 這也就是原因之一 所以學英文最好的學法 並不是拿著課本做下來 把它就是課本整個吞進去 而是你隨時遇到了英文 你就去觀察看一般的母語人士 是怎麼運用這樣的語言 什麼情境之下用什麼樣的單字 用什麼樣的句型 不同的句型 它表達出來的意思差別在哪裡 不同相似的單字 在不同情境之下的差別在哪裡 所以那個檔案裡面有舉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無厘頭的詩 這首詩用的單字不存在 可是如果你真的朗讀出來 然後你讀下去 你會發現你大概能夠感覺到 這首詩想表達什麼樣的氛圍 這是因為我們學單字 並不是說看到一個三字就翻字典 你想想看你中文怎麼學的 你不記得吧 因為直接吸收 最好英文也可以這樣子學 看到一個深字 從前後文大概可以摸出來 是什麼樣的意思 不一定要太精確 但是你能夠過著去就可以 不會讓你打亂掉就可以了 然後今年累月之下 同一個單字 從這個脈絡看到 從那個脈絡看到 漸漸把它的定義 從一個大圓球 慢慢磨好磨好 然後磨到聲音 跟可以清楚定義的東西 因為文法其實也是這樣子 因為文法並不是一套規則 然後你要背下來 比如說 名詞的定義 相信你們文法老師應該是跟你們講說 名詞的定義是 人 事 什麼物 然後什麼概念之類的 差不多吧 但其實名詞的真正定義不是這樣子 名詞的 名詞的定義是 能夠作為主詞跟受詞的單字 就是名詞 所以中文我們有一個東西叫轉品 動詞到名詞用 名詞到動詞用 英文裡面轉品是常態 不是看字本身 是看這個字出現在句子的哪裡 來決定它的詞性 動詞也是 動詞的定義不是一個動作 動詞的定義是 能夠成為這一句主要動詞的單字 就是動詞 能夠放到那個位子上的 就是動詞 所以學英文不管是單字還是文法 都是一個規律 那這也是讀文學的一個優點 可以讓你暴露在更多不同脈絡之中 讓你可以有更多資料可以在心中去歸納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這一堂課 我們來看那個syllabus 我們這堂課要上什麼呢 我們分三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是散文 上到第五週 所以第一週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我們正在做 然後我等一下也會介紹下一週你們要讀的文章 每一週都會這樣子 我們會討論你們指定要讀的文章 然後我會介紹下一篇你們要讀的文章 然後你們在下一次上課前要把它讀完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課堂上討論 我們討論的方式呢 我有你訂幾個開放式討論題目 所以不是什麼這個人叫什麼他做什麼事 而是說你覺得這個人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覺得他這樣講有道理嗎 為什麼 開放式問題 然後到時候會 如果人數夠的話分組 如果人數不夠的話 我們就大家形成一個組 然後我們慢慢討論 所以這門課的重點並不是答案是什麼 而是說藉由探索這些問題 可以讓我們看到一些新的什麼樣的東西 或是可能引發我們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第二週第三週第四週第五週都是散文 尤其第五週這一篇 On Not Reading DFW 這一篇其實也是學術論文 但是它是相對平易近人的 而且它的主題非常有趣 就是經典作品什麼時候可以選擇不要讀 這篇也是所有的散文裡面最長的一篇 我每一門課喜歡給學生一點 就是有一週給一點挑戰 所以那就是這一週 這就會考驗你們這個閱讀效率問題 就是你遇到不大了解的東西 要那個 花多久時間 要懂到什麼程度 你們才願意放手然後繼續讀 那我的立場一致都是覺得說 只要能夠拿來討論 就是夠用就可以了 不一定每個字一定要就是把那個字典背起來 然後下一個單元就是戲劇 我們會花三週讀一本劇本 一本現代劇本 你們文學作品選 應該也有讀什麼什麼 什麼 Death of a Salesman 還是什麼之類的吧 那些經典作品 坦白講 我自己是覺得經典作品都蠻難看的 所以我選了一篇當代作品 所以我第五週介紹的將會是戲劇這回事 以及確切的介紹這個作品 我們花三週把它讀完 第九週期中考週沒有課 也沒有同意期中考 我們這門課的期中考期末考會是 線上回家考試 我會在第八週下課的時候 開放你們上Moodle去應答 然後你們會有一週時間去答題 其中考型式都一樣 會給你兩題深論題 讓你選一題 只需要回答一題 一樣沒有標準答案 也是開放式問題 所以到時候我評分標準 並不是你答案怎麼樣 而是你這個答案是怎麼來的 題目會要求你要使用我們課堂上讀的東西 要援引相關的概念或想法或是文字 所以我就會看說你是如何從我們課堂上讀到的東西 得到你的答案 這樣可以嗎 OK 所以其中考就兩個深論題 一個深論題是問閃文 一個深論題是問戲劇 然後再來下半學期我們要讀一本小說 這本小說是經典的科幻小說 叫做《戰爭遊戲》《Enders Game》 長這個樣子 它其實是青少年小說 所以沒有很難讀 不像我去年選那本小說真的選錯了 如果你們認識學長姐的話 就是不要被誤導 今年的小說比較好讀 所以它十五張 我們第一週會先看改拍的電影 讓你們大概心裡有個底 然後再花五週 每一週讀三張 第十六週我們會回過頭 去讀一開頭的作者簡介 不是簡介 就是作者介紹文 序應該叫序 因為序裡面它是 這本小說改版之後去寫的 所以其實有點 比較像是拔 比較像是後繼 所以我們放到最後面讀 然後第十七週呢 我會請你們讀一篇學術論文 這篇論文就是標準的學術論文 就沒有什麼比較好讀之類的 它就是學術論文 但是它就是跟這本小說相關 所以讀了小說之後 論文應該會比較好讀 好懂 十七週我們就來討論這篇 然後一樣我會再介紹期末考 期末考兩個生論題都跟這本小說有關 這樣進度可以嗎 好接下來看配分 平時參與日成績百分之二十 期中考百分之四十 期末考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說如果你期中考或期末考不小心缺考的話 最好跟我聯絡一下 因為尤其是開放式問題 不一定容易拿滿分 對所以這樣配分是這樣OK嗎 清楚齁 所以其中期末考都蠻重要的 要盡量去答題 不用太緊張 我在第八週跟第十七週在介紹考試的時候 會讓你們有充分的準備 OK 這是課綱 我們接下來看 Moodle也就是按照這三個單元分區 第一區散文 SS PDF檔就是文章 然後 PPT檔就是到時候課堂上會討論的題目 順序跑掉了 對 那我另外有準備紙本 我今天有搬來在前面 等一下會發 那如果你剛好手邊沒有紙本 或是你想要先偷跑之類的 網路上都有 我給你們看一下下週的討論題目 讓你們知道所謂的開放式問題 大概長什麼樣子 所以譬如說第一題 這題目看起來很長 其實沒有啦 我只是在摘要文章在講什麼東西 讓你們確切知道我是針對哪裡在提問 所以第一題文章說 然後題目是第四行 你同不同意 同意的話為什麼 不同意的話為什麼 非常開放 第二題文章說blahblah 然後第三行開始 你覺得跟文章另外一個地方說blahblah 有不一樣嗎 然後如果不一樣的話 如何不同 就這樣 非常開放 第三題文章說blahblah 然後你同不同意為什麼 第四題同不同意 然後這個 後續想法有沒有 然後第五題 就是比較個人式的問題 所以都是很開放的 沒有標準答案 甚至我會希望你兩邊的答案都想想看 然後看 譬如說同意跟不同意分別有沒有相關的理由可以來說明 所以那個討論題目也都貼在網路上 如果你讀文章 沒有頭緒不大確定重點在哪裡 你也可以看我擬定的題目來幫你導引方向 電子檔都提供了 但是我還是準備紙本主要是因為 如果有了紙本 你就可以邊讀邊寫筆記 畫重點查單字 全部都可以在紙上做 我會鼓勵你們在閱讀的過程中 你們就邊讀然後邊寫摘要 你讀完這一段在旁邊寫個摘要 說你剛剛這段讀的重點是什麼 然後下一段讀完之後也在旁邊寫這一段的重點是什麼 這樣子你們到時候在複習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找到你要找的點 然後在你光看你的摘要大概就可以抓到 你這篇文章的結構大概是什麼 它的流向是什麼 比較容易掌握一整篇文章 尤其到了第五週那個二十幾頁的 務必要幫助自己一把 第二個單元 劇本 我就把整個劇本都放到同一個PDF了 然後等一下我會發的講義其實 就是第一個單元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單元講義就是劇本 怎麼那麼吵 然後再來第三個單元小說 第一個檔案就是下面 PowerPoint就是討論題目 然後最後一個檔案PDF是那篇學術論文 那第一個檔案是什麼呢 第一個檔案其實就是小說本身 但是它的檔案格式是電子書檔 也就是說你要讀的話 你必須要去下載電子書程式 eReader 它是EPUB檔 所以能夠跑EPUB 能夠跑的都可以用 亞馬遜的那個Kindle好像也可以 所以整本小說的文字都在這裡 那為什麼要買呢 這個小說這麼小做筆記好像也不是很容易 可以畫線 但是好像頁圓也沒有很寬 好像不太能寫筆 那為什麼要買呢 主要是因為電子檔沒有頁嘛 剛剛看到討論題目都說第幾頁的哪裡哪裡 但是電子檔沒有 所以如果你不買小說的話 你要自己負責能夠找到我們在討論哪裡 所以就是如果你覺得你跳得很快 能夠跟得上的話 其實你可以選擇不要買沒關係 但買呢其實有另外一個優點 這個是全台最低價 238 我查過了其他地方沒有這麼便宜的 所以我到了大概第三周大家選課確定了 我在調查看你們要不要買 書上已經準備好了很快就會運來 然後在下面就是考試區 這個是考試的詳細規定 第八周我會再說明 然後這邊有幾篇參考文章 第一篇文章關於抄襲 抄襲意思就是你把人家的想法或是文字 拿來當作自己的去使用 那在大學裡面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你想想看我們在大學休課是為了拿學分 拿學分是為了拿畢業證書 拿畢業證書是為了能夠出去找工作 找工作是為了能夠賺錢養家活口 那如果你這個學分是偷別人的文字或想法 來換取這個學分 你不但偷了學分 你偷了學分就等於是偷了畢業證書 偷了畢業證書等於是偷了一份工作 你等於是偷了人家的生計 所以這很嚴重 不要抄襲 如果你在準備的或複習的過程中 你真的讀到人家你覺得講的非常好的東西 你可以用 但是你要跟我講這不是你的 你要跟我講說你是從哪邊看到這一段說法 這樣的話就不是抄襲 就沒有抄襲問題 抄襲這概念 其實在東方社會 所以他不是很有機嗎 就是他不是根深蒂固的概念 這是西方來的東西 所以如果有興趣去了解說 為什麼我們在東方也會有 要注意抄襲的問題的話 你們可以看這篇 我覺得這篇寫得不錯 他去分析那個清末明初年代 就是西學東建的時候 抄襲概念是怎麼跟過來的 然後以及他在晚清時期的一些概念上的變化 而且有迷音圖 然後接下來 或許你們還沒有寫過深論題考試 所以我這邊提供了幾個範本答案 那當然不是針對這些題目的答案 是針對別的題目的答案 但是你們就可以參考說 面對不同的深論題 以前的學生是怎麼寫的 然後你也可以特別留意說 當他援引不同人的說法 他是如何提供引用資料的 反正這個我第八章還在說明一次 然後下面就是考試區 其中考開放時段 期末考開放時段 我以前會開放到 譬如說 下次上課前 或是譬如說 晚上23點59分 但是 好像學生都會忘記 他們都以為是半夜 就是12點整 但是定12點整 又不大確定日期是哪一天 就是剛好介於中間 所以我就乾脆定成這樣子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日期非常清楚 時間就是半夜 所以請盡量注意時段不要錯過 OK 課程介紹到這邊 有想問的地方或不清楚的地方嗎 好 那那個關於就是為什麼要讀文學 我剛剛好像也不小心講完了 所以 接下來我先發講義好了 好 這門課表定二十個人 我覺得應了二十分 好像不到二十個人齁 好 沒關係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搞丟了 或是那個沾絲了 或是被狗咬了之類的 你可以多拿一份 好 我來介紹一下 下禮拜我們要讀的這篇文章 是什麼 這篇文章很有趣 嚴格上來說 下禮拜這篇文章不算散文 它是來自於 它上面有寫年份 1970年的一份心理學報告 這份報告很有趣 它是去研究哈佛大學的學生 它是一個長時間的執行研究計畫 就是哈佛的諮商室 他們想更了解哈佛學生的心理需求 以及就是他們來哈佛 到底就是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呢 他們就仔細琢磨了想說 要怎麼樣讓學生自我表達 但是不會在暗中不小心導引學生 給他們想聽到的答案 哈佛學生都很聰明嘛 一下子知道你想聽什麼 他們就講給你聽 所以要怎麼樣讓他們不會受這樣的影響呢 後來他們就想到了 他們只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自從入學以來 有沒有什麼事情讓你覺得 特別有意思 英文人文是 就是 是有什麼意義的 在你的經歷 那他前面兩張就有充分說明 就是這個方法論還是有點偏見 因為他等於是告訴學生說 他們不想聽對學生不重要的事情 但恰巧他們想了解的就是學生的變化 那學生主觀變化就是對他們而言重要的事情 所以這樣的偏見是可以接受的 那他們這個會追蹤 同樣的學生會追蹤四年 甚至如果超過四年會追蹤到他畢業為止 然後這研究做了滿久一段時間的 那個時候哈佛大學還沒有女學生 他們那個時候才 哈佛附近有一個女學院叫Radcliffe 這個研究開始的時候才剛 讓兩學院可以互相選課 那現在Radcliffe就是哈佛的女宿舍的名字 因為現在已經男女合校了 但那個時候 然後諮商師的心理諮商師 他們也決定把這些跨校的選課的女學生 也融入研究中 所以他們不但追蹤男學生 也追蹤女學生 四年以來的可以說是重要經歷嗎 學生自己覺得主觀覺得重要的經歷跟變化 然後這個追蹤研究做了幾年 研究者發現好像學生的主觀變化 可以歸納出某一種規律 或是某一種路線、取境 那整本書後面就有豐富的研究資料 來證明他們的說法 但是他們看到的規律跟說法 就先寫在第三章這邊 The Student Experience 這個就是他們歸納出來 一般的哈佛學生 讀哈佛四年以來的成長變化軌跡 那當然不可能每一個學生都有 非常完整而正面的成長 所以他偏後面的地方 他也會寫說有一些學生停滯在某一些階段 或者可能有倒退的跡象 或者橫向發展之類的都有 他算是給一個比較完整的 理想大學經驗的輪廓 所以我們下禮拜讀這一篇 就是以這樣的角度來看 什麼是一個理想的大學的學習經驗 理想上你進了大學 離開大學 中間應該可以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這是1970年的書 已經過了52年了 相信大環境以及學生背景也各有不同 所以我們下禮拜討論的時候也可以思考這個層面 當時的學生跟現在的學生可能有哪些差別 大環境可能去是什麼樣的不同之處 這些差異算好嗎 算不好嗎 我們可以如何理解如何去消化 就是這樣的一篇文章 光是直性研究很難歸納出一個規律 你只能說憑印象好像這樣子好像那樣子 所以研究者他們想到一個把它量化的方法 如何客觀的說確實有這樣的規律 他們根據這篇文章 然後找來一批心理系的研究生 因為做實驗當然就是抓研究生來做 然後 教他們根據這篇文章的 的結構跟發展軌跡 設計一個量表 就是說你覺得就是發展到什麼階段 可以打什麼樣的分數 然後分不同面向什麼什麼 然後他們先就是給三個案例 讓這些這個研究生訓練 然後確定標準都一致之後 就把他們所有的訪談稿 然後資料全部丟給研究生 叫他們去評量 然後評量出來 的結果還真的蠻符合 研究者他們看到的規律 確實存在 大部分學生確實發展到那邊 有一些確實就是像側邊或是後退發展 就如此類 那這本書剩下的章節 就是按照這些不同的階段 每一個階段寫一張 提供相關的訪談稿結錄 然後說明一些不同分類變化 然後也說明研究生他們給的評語怎麼樣 這本書目前我這本書是在師大找到的 但如果你們對這樣的研究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跟我聯絡 教你如何跟師大藉圖書館借書 蠻有意思的一本書 它的頁數不是很長 它 40-27多少 13頁應該OK 一周應該OK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70年代的研究文獻都比較好讀 就是越接近今天的文獻 讀起來越來越困難 不知道為什麼 那它唯一可能會讓你覺得 有一點困擾的旗幟就是 第28跟第29頁 我基本上是覺得你28、29 就是你想跳過也沒關係 我只是為了完整性把它附上來 那它的意思是說 這篇文章 基本上就是交給研究生的一篇文章 但是只有一個地方不同 就是一開始這兩頁的說明 是原本不存在於文章裡的 是後來研究者加上去的 因為它裡面有說明 就是研究 那個文章一開始它 不好意思麥克風掉下去了 它文章 就29頁文章一開始 它是跟兒童心理發展大師皮亞傑的理論做比較 那有些研究生就會懷疑說 真的能夠這樣比較嗎 我們研究的是大學生 所以作者就在前兩頁交代了一下 他為什麼可以做這樣的比較 但除此之外應該不難讀 他這一篇文章的寫作視角就是 假設有一個理想學生 他從進哈佛到畢業之間的經歷變化 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是蠻有敘事性的 可以把它當作一篇故事來看 那它既然不是散文 我就不介紹散文這個單元 我下禮拜再介紹散文是什麼東東 我們先就是當作一篇文章來讀就可以了 好有想問的地方嗎 好我寫課綱的時候是以英文講課的速度在寫的 我中文講課速度應該乘以3 所以這一週的進度我講完了 我好像只花30分鐘40分鐘 所以接下來的時間你們可以先就開始閱讀這篇文章 然後你也可以逛逛目睹上在幹嘛 有什麼問題的話就可以來找我問 想跟我聊一些其他問題也可以啦 就是我是教文學 英文也不錯 也教過語言學 所以基本上你想問什麼都可以 我要打兩個廣告不好意思 首先就是今天第五第六節 我有開一門課叫英文辯論 英語辯論技巧 辯論是很有趣的一個活動 然後我們是一個非常實務的一門課 有很多練習機會 那就是目前缺學生 表定有9個 今天來了好像7個 需要15個才能開到第三週以下 所以如果你們對辯論 對臨場思考應變 口說聽力乃至於寫作能力的訓練 有興趣的話歡迎你們來選這門課 然後第二個廣告是 我這學期也是英文精英社的共同指導老師之一 我跟曹瑞榮老師共同指導 那精英社就是一個讓大家來練習英文的一個 好機會 就是大家都是英文高手 然後我們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如果你要出國留學 我們也有一些 幫你準備的一些活動 或是準備你們的文件 申請文件之類的 我們的社課時間就是下禮拜五第五節 所以有興趣來聽的話歡迎來聽 我們這學期只會上10次 所以機會難得好好把握 OK 所以剩下時間交給你們自己 還沒簽到可以來這邊簽 又開始了 我們會不會去追蹤 就這樣是要好嗎 好嗎 可以來回列 1個贏 大缺 好嗎 好嗎